個個都想買大電視 不過有幾多個又真是會買呢? 隨著電視屏幕的解像度越來越高 就算是5、60吋的電視都可以輕易融入家中 其實一部大尺寸的電視都未必代表要重金禮聘回家 Sharp最近在香港推出了Android電視DL1X系列 採用了日本生產的屆10代Panel 新一代的圖像處理晶片 還有Direct LED技術 Deep Chroma廣色域技術 支援HDL10及HLG之外 亦都有Dolby Audio的音效 在我面前的這部就是60吋的DL1X 售價是9980元 而70吋型號就賣13980元 性價比非常之高 今集會跟大家詳細看一下 在開始之前先多謝支持我們的朋友 還未subscribe的就記得快點訂閱Price的YouTube Channel 再按旁邊的鐘 講到Sharp在影像方面的技術 最為人熟悉的相信是01年推出的Aquos 當時設計師研發出4式技術 令到色彩呈現更加豐富 初期主要應用在13至20吋的屏幕 後來Sharp就將Aquos應用在手機之上 直到2020年 具備Aquos的裝置銷售量已經有超過5億部 而今次所試的DL1X系列同樣在機面可以看到Aquos的字眼 它所使用的介十代Panel 就是出自Sharp位於日本大阪 專門生產第10代大尺寸Panel的介工廠 所以就叫做介十代Panel 我們看回香港開賣的DL1X系列 分別有60吋和70吋兩個尺寸 而我們所使用的就是60吋型號 其實兩個尺寸無論是外形還是規格上都大同小異 都是採用了金屬窄邊框的設計 機座分別就裝在左右兩側 打側看電視 上半部分相當纖薄 而下半部分雖然比較突出 就好像這部60吋一樣 機身最厚的地方都只有83mm 就算掛在場安裝都不會太突出 而在機背的連接介面方面 就有HDMI、USB、光纖和AV輸入 值得一提的就是總共有4個HDMI 其中一個就支援EARC 用來連接Soundbar之餘 一口氣搏兩部遊戲機和機頂盒都沒問題 DL1X系列不單有日本製的介十代Panel 還有很多技術 例如是Direct LED、HDR和60Hz的畫面刷新率等等 我們分別就看了幾套串流4K電影 去試一下這個Panel的表現 看完試片 這部DL1X給我的感覺就是畫面亮度非常充足 因為它有UV2A光配向技術 透過紫外線控制逆晶分子偏向 另外還有背光色彩增強、抗原光和防反射幾種技術 令到畫面的光度和對比度都大幅提高 例如看Spiderman的時候 看到光暗對比控制得相當不錯 之後再轉看日間室外的場景 光度足夠之餘亦都沒有爆光 如果在一個關閉的環境之下看 就建議可以調低亮度或直接開電影模式 畫面就會更加有電影感 而在顏色方面 DL1X採用了Deep Chroma廣色域技術 廠方說可以做到10億種色彩顯示 令到顏色更加有層次感 但我覺得這部機的顏色偏向自然 看得很舒服 就算是鮮艷的顏色 都不會有一種令人覺得刺眼的感覺 如果想再個人化一點 亦都有自定、標準、動態和舒適等不同的模式 讓大家選擇 有靚畫面當然都要有不錯的聲效 而DL1X就在屏幕下裝了兩個指向性喇叭 總功率有20W 而且支援Dolby Audio 有不錯的臨場感和包圍感 而對於打機的朋友來說 DL1X系列都照顧他們的需要 不單只圖像設定有遊戲模式可選擇 亦都支援ALLM自動低延遲模式 以及VRR可變刷新率 連聲效亦都有遊戲模式 打機時可以有更加好的聲畫效果 作為一部智能電視 除了影像和音效要表現不錯之外 操作方面的流暢度 對於用家的體驗來說 其實都相當重要 今次DL1X就採用了最新的X4 Revelation的影像處理晶片 處理器的效能提升了147% 不單只圖像處理的速度提升了10倍 在我用這部Android系統的時候都覺得非常流暢 例如在Netflix或YouTube剪片看的時候 都不會折折下 用起來都覺得很爽快 加上遙控器用藍牙連接 不用對著電視按 還可以用語音輸入 讓我試試 一部60吋的電視不用一萬元 甚至70吋都只是一萬多元左右 Sharp的DL1X就沒有因為賣得便宜 而將功能減少 主流的規格可以說是應有盡有 甚至乎有日本製造的Panel 加上各方面的表現都相當不錯 目前在市場上的確很難找到同級同價位的對手 對於重視性價比的朋友來講 相信都很有吸引力 大家有怎樣看Sharp的DL1X系列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我們很快會有新片和大家見面 記得SubscribePrice的YouTube Channel 再按旁邊的鐘啦 Bye Bye